晒斑我们科学名称也叫日晒伤 那既然是晒斑日晒伤 当然是跟日晒有关系的 这个晒斑的形成就是由于过度的日晒 引起的皮肤的一个变态反应 皮肤出现红斑甚至秋枕水泡糜烂 后期恢复过程中就会有一些色素沉着 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晒斑 所以跟日晒的部位是一致的 而这种色素斑呢 它的边界可能不是非常规整 可能是从小点状的到大片状的都会存在 形状不规则大小不一致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晒斑可以发生在日晒的任何部位 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呢 就是头边部 这个是大家经常暴露在外面的 如果是去游泳的朋友呢 它就在四肢也会出现晒斑 在海边做日光浴的患者呢 那更是暴露的范围更加广泛 所以在日晒的部位均可以形成晒斑 在海边做日光浴的范围更加广泛